爸爸他是我小學五年級就生病了 太久遠了 我一定想不起來他沒有生病的樣子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四點一下課就往醫院跑 你要加油 你要多吃東西 不然你那個沒有肌肉 你就沒辦法走路 我先生十五歲就開始開這間店了 他有在開那個教師班 就教人家怎麼開鎖 就靠這間鎖店的收入 我那時候很慘 一天有時候連25塊都做不到 鎖店這件事情 他的專業性跟技術性 已經在我媽媽心中有一定的成就感 然後他有時候也會很開心地跟我分享 說什麼都難開都難開 但是他難開 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是媽媽影響我很多 因為她是一個很有得人性的人 其實我覺得書店好這件事情 就是對自己負責 我覺得獎學金更像是提供你一個激勵因子 好 差不多十分鐘到 喂 你好 好 好 差不多十分鐘到 小姐你要開鎖嗎 對 我出去買東西然後忘記帶鑰匙 好 我們看一下 然後都是拿這種的 開鎖的話你要一直解到它打卡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能是開一道鎖可以休息一陣子 然後再開下一道鎖 對啊 但是而且你還不知道下一道鎖 什麼時候要開 什麼時候會來 然後長怎樣 可以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謝謝 好 你給我地址 對 好 我現在過去 好 很漂亮 好 好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